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关心农业气象 那么首先几个重点 礼拜一跟礼拜二 我们台湾去受到寒流的影响 所以大家特别注意 这一次寒流的影响时间 可能会稍微拉得比较长一点 大概从礼拜一开始 那么一直到大概礼拜四之前 都会持续是比较低温的情况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么在降雨的部分的话 礼拜一跟礼拜二 因为有受到华南云雨区 东移的影响 所以水气比较多 各地也都是比较容易下雨 所以会是比较湿冷的天气 包含整个西半部地区 都有下雨的机会 那么到礼拜三的时候 逐渐转干 那么预计北部跟东半部 还是会比较湿一点 还是偶尔会有短暂震雨 中南部的话 大概在礼拜三就转成 多云道晴的天气了 那么礼拜四白天开始 寒流逐渐减弱 温度也会慢慢地回温 不过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因为还是持续有 冷空气的残留的势力 那么另外就是因为 天气好转了 所以浮射冷却会比较明显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清晨跟晚上的低温 那么来看一下 农业部房检署公布 荔枝春巷 今年度荔枝春巷的化学共同防治期 那么在高平地区的话 荔枝是1月15号到2月23号 那么龙眼的话是2月29号到3月15号 那么其他地区的共同防治时期 也会慢慢地公布 所以提醒大家 荔枝春巷要特别留意 无论是生物防治 或是物理性的防治 或是化学防治的话 都要特别地来当心 另外在处理荔枝春巷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它的这个枝翼可能会有一些腐蚀性 要特别留意安全 那来看一下在天气的部分 可以看到在礼拜二的时候 最主要就是受到寒流南下的影响 再加上水气比较偏多的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几乎全台湾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尤其我们台湾来说 西半部是以中部与北地区 那么东半部的话 那是整个东半部都会下雨几率都是比较偏高的 所以礼拜二最主要就是受到寒流跟水气的影响 所以各地都会是比较湿冷一点 那么到礼拜三的时候 水气都逐渐的减少了 可以看到我们台湾附近水气比较明显减少 但是可以看到还是有受到寒流冷空气的影响 包含是偏北风跟东北风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封面的北部东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云量还是会比较偏多比较容易下雨 那么到礼拜四的时候 这个冷空气逐渐减弱了 但是可以看到在我们东半部 水气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 还是有一些这个云量偏多 偶尔转参与的情况 北部地区跟东北部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 那么到礼拜五的时候 也是持续受到偏北风的影响 还是一样有一些冷空气 持续南下只是说明 有像周一周二这个寒流最强的时候 那么强的一个冷空气 那么东半部持续要留意 云量还是会比较偏多 所以来看一下什么地方是比较容易下雨 礼拜二的话 其实我们台湾 包含在我们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降雨区都是比较偏高 南部云量也都是比较偏多的 那么到这个未来四天的降雨区的话 可以更明显看到礼拜二 全台湾其实都有一些下雨的机会 但是最主要还是比较集中 在我们的桃园以北 这个东北部 还有我们的中部山区 都有一些下雨的机会 甚至在我们的这个高海 中高海拔提取 比如说2000公尺以上的话 可能大概在礼拜一礼拜二 还有这个降雪的一个机会 那么礼拜三礼拜四到礼拜五的话 这个雨时就逐渐缓了下来 但是在Infollowing的北部 东北部东部 中部山区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举步零星的 短暂的这个降雨 另外来看一下 在这个风浪的部分 因为受到北风的关系 所以全台湾几乎都是大浪 那么在礼拜岛部分的话 也可以看到除了这个澎湖 会有可能出现巨浪之外 其他地方也都是大浪 我们包含马祖金门 钓鱼台跟绿岛蓝宇 都要特别注意 另外来看一下 在我们潮汐的部分的话 基隆台南跟恒春是大潮 其他像是台中新竹 还有我们东湾部地区是中潮 至于在礼拜岛地区的话 包含马祖金门 澎湖跟蓝宇 都是中潮 另外来看一下 在温度趋势的部分 北部的话 可以看到礼拜一跟礼拜二 甚至到礼拜三的这个清晨 都是这一波寒流冷空气 影响期间最冷的时候 低温就有8到9度 甚至空温地区还会再更冷 可能只有这个7度左右 那么礼拜四开始 温度才会逐渐缓慢的回升 不过也可以看到 在礼拜六之前 其实低温也都 大概在12到14度而已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偏冷的 那么白天高温的话 也受到天气的影响 所以在礼拜三之前都是比较偏冷 高温只有9到14度 礼拜四开始才会慢慢的回升 来到16度以上 礼拜五礼拜六 有来到19到20度 另外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南部的话呢 也可以看到这一次 也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也是变得非常的冷 最冷的时间是在礼拜二到礼拜三的这个清晨呢 低温只有大概10到11度 白天高温也只有16到19度 礼拜四开始也是逐渐缓慢的回温 那么低温到礼拜四开始呢 可以回温来到大概14到17度 高温大概在22到25度 所以提醒大家这一波寒流冷空气的话呢 影响最显著的时候 那么水气最多的时候就是礼拜一跟礼拜二 那么到礼拜三的时候水气就逐渐减少了 那么冷空气呢大概在礼拜四的时候呢 才会逐渐的这个缓和下来 所以提醒大家 这波寒流影响时间稍微比较长一点 尤其低温的时间可能会是持续到 大概礼拜五甚至到礼拜六呢 温度才会逐渐的这个回升 所以提醒大家要提早做好准备 以上就是1月23号的农业气象 我们下次再见